坎坷的一年 可能不少人都经历了很多事情 拍影片传授佛道 他是第十七世大宝法王格玛巴 在全球拥有千万名信徒 2019年大宝法王卷入感情纠纷 遭控交女友违反戒律 当时他的首席大弟子还拍片发声 指控我的身上是大宝法王 那我是一个需要真相的人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也是 雄姓男子维护恩师清白 结果遭对方的女信徒 购上法院败诉判罚 没想到事隔三年 自己遇上桃花节 一名网红C小姐 就在IG现实动态po文骂 已经有女友还逗出乱骗感情 造成别人生理心灵严重伤害 现在对宗教信仰要打上个问号 真心为受害女生们感到不平 不爱了 如果我不爱的时候 我不爱的很明显的表现 那可是在交往 直接消失很不负责任 曾跟艺人畅谈感情观 直说不爱了就消失 这回爆出与C小姐卷入情观 私讯求证 结构前没有回应 但雄姓男子 不是第一次上过媒体版面 两年前 他在台北临森北路建立的佛堂 被泼漆 警告异味浓厚 警方也不排除背后牵扯 宗教的利益纠葛 只是大宝法王和大弟子接连闹出感情纠纷 信徒们恐怕都看傻眼 三天新闻到一场林玉均台北早报报道